要问这个世界上,到底哪个国家最喜欢自我打脸,一定非美国莫属。 因为美国最近又开始跟中国索要跃壤,还要跟中方一同进行研究。 美国NASA局长纳尔逊还透露,他在一两个月前已向美国国会议员保证,这次合作不会给国家安全带来任何风险。 尽管如此,纳尔逊仍然需要FBI的协助,以便向美国国会提供更加详尽的安全认证。 早在中国嫦娥5号带回月壤时,纳尔逊就不断向媒体强调,获取中国的月壤样本并不会触犯沃尔夫条款。 要知道,美国多少年来一直都反对在太空领域同中国合作为此出台的沃尔夫条款。 中国取得突破之后,美国又开始着急了,这件事的背后是有重要政治目的的。 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向中国索要月壤的情况。 近日,美国航空航天局局长纳尔逊表示,他们正在同中方进行谈判,目的是可以让美国科学家参与中国取回的月壤的研究工作,并且想要在太空问题上同中方加强沟通。 而且,美国对此非常自信,认为同中方的谈判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中方会答应向美国提供月壤。 不得不说,美国的这种新想法,真的是有些自我感觉良好。 当年美国推出沃尔夫条款的时候,严格禁止在航天领域同中方进行交流,禁止中国航天专家参与美国主导的项目。 美国认为,通过这样的手段,就可以遏制中国航天技术的发展。 但是美国完全没想到,正是这样的封锁政策,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中国航天技术独立自主,快速发展。 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对美国实现了超越。 尤其在月壤的问题上,中国不仅首次在月球背面取回了月壤,还对月壤的成分进行了更加细致的研究。 而中国的结论,也让全世界都在怀疑,美国到底有没有拿回月壤。 同意替换谁能料到,美国在对待中国月壤的问题上,竟双标到如此地步。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NASA局长纳尔逊在国际宇航大会期间宣称, NASA官员正与中方就月壤租借事宜展开谈判。 纳尔逊还表示,他在一致两个月前已向美国议员保证,此次合作不会引发国家安全问题。 即便如此,纳尔逊仍需FBI配合,以便向美国国会提供进一步的安全认证。 而早在中国嫦娥5号带回月壤的时候,纳尔逊就一直在和媒体强调, 获得中国的月壤样本并不会违反沃尔夫条款。 从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双标的有多明显。 中国曾期望与美国开展航天合作,然而美国却屡屡以违反法律为由,将中国拒之门外。 但为了获取中国从月球带回的月壤, 纳尔逊然声称不再违反法律,也不再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 合的法律就是狗皮膏药,哪里需要贴哪里是吧? 其次,明明美国已经有月壤了, 为啥还这么痴迷找中国合作,甚至不惜违背美国法律? 美国登月和月壤难道真是假的? 就算是真的,也是有缺陷的月壤。 我们都知道,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 美苏两个国家展开了航天竞赛。 在那场争霸赛中,美国成功登月总共带回382千克月壤和月延。 其中,1972年的阿波罗17号任务中, 宇航员一次性带回110.5千克月球样品, 而苏联无论如何尝试,都没有成功让自己的宇航员登陆月球, 但是苏联却成功完成了航天器采样返回, 共为人类月球返回样品贡献了301克月壤。 这些月壤先不说真假,但是非常重要。 在整个宇宙中,每个星球的土壤构成都不一样, 而有些甚至没有土壤,比如木星就是气台行星。 而从土壤就可以窥见一颗星球的环境和地质条件。 而月壤与地球上常见的富含微生物和水分的土壤相比, 有着本质上的差异。 它具有独特的性质,干燥且呈现为粉末状。 其主要成分是月尘,月尘的直径一般大约为10微米。 月壤还长期处于宇宙射线的辐射中, 正是由于这样的辐射过程, 月壤蕴含了可供人类利用的清洁能源3T等。 基于这些原因,对月壤展开研究对于估算月球能源具有极其关键的作用。 同时,月球自身的地质结构不仅对月表的温度分布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而且还记录了月球形成与演化的历史。 这对于月球资源的探测、开发以及利用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 但问题是,美国的月壤是有问题的, 但不是说它假的,而是有缺陷。 上世纪不具备针对数百ppm或以下含量水分子的高精度原为微区分析技术,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认为月壤不含水。 此后,月球不含水成为月球科学的基本假设, 这对认识月球火山演化、月地起源等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 尤其是,随着美国自己的航天卫星都观测月球可能存在水。 也就是说,这与美国月壤研究得出来的结果是相反的。 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和苏联的降落地点都在中低纬度的月海, 形成年龄集中在42至32亿年前。 在此范围之外的月球历史事件所对应的时间都是以此为参照, 结合其他观测结果外推得出的。 由于月研标本来源区域有限, 这些岩石所能提供的信息也十分有限。 要获取更多信息, 唯一的办法就是重返月球, 多采集一些不同地方, 不同历史时期的月球样品。 因此,科学界迫切需要新的月壤进行研究, 而中国就成为了美苏的后面第一人。 正因如此, 中国的嫦娥五号选择了美苏都未曾涉足的地方, 位于月球中高纬度的蒙斯中国嫦娥五号携带的月壤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多次突破科学界的认知。 例如, 中国科学家在嫦娥五号的月壤中发现分子水。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嫦娥五号月球样品中 发现了一种富含水分子和氨的未知矿物晶体。 这是科学家首次在月壤中发现分子水。 嫦娥五号月壤中的分子水是以结晶水的形式存在的。 一旦在月球建立基地, 这些结晶水将更易于人类开发利用, 这对人类开发月球具有重大意义。 从这里可以看出, 嫦娥五号带回的月壤价值不菲, 而中国拥有的月壤不止于此。 中国还拥有嫦娥六号从月杯带回的月壤, 这是人类首次获得月杯样本, 珍惜程度远超嫦娥五号月壤样本。 由于潮汐锁定这一现象, 人类难以观测到月球的背面。 正因为人类只能看到月球正面, 月球背面就仿佛成为了一个通讯禁区。 这一情况,致使飞行器难以在月背登陆, 人类对月背的探索进程也因此长期停滞不前。 而中国是地球上唯一一个实现航天器在月背登陆, 并且也是唯一一个从月背采样并成功返回的国家。 解释到这里, 想必大家都明白为什么NASA如此急于获取中国的月壤样本了。 但是, 美国受限于一系列限制与中国合作的法律, 无法获得中国月壤。 比如我们熟知的沃尔夫条款, 该条款规定不得利用联邦资金以任何方式与中国在太空项目上进行合作或协调, 以及禁止NASA接待来自中国的任何官方访客。 然而谁能想到如今的局面, 美国制定的沃尔夫条款原本是为了遏制中国, 孤立中国, 让中国独立于美国构建的国际航天体系之外。 结果, 现在这一条款竟然变成了孤立美国的条款。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即使我们租借月壤给美国, 其研究成果也会被美国用于打压中国开发月球的计划, 这就是美国人的双标。 早在2020年, 美国公布了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 美国希望到2028年建立一个月球殖民地。 与此同时, 美国还和澳大利亚、 加拿大、 意大利、 日本、 卢森堡、 阿联酋和英国七个国家的航天机构签署了阿尔特弥斯协议, 这些国家将参与美国的新登月计划阿尔特弥斯计划。 到现在, 该计划的成员国已经达到了十个, 韩国和乌克兰也加入其中。 美国将在未来的月球基地周围确立安全区, 以阻止临近的竞争国家公司的破坏干扰行为。 美国还会提供一个国际法框架, 以确定企业对其开采的矿产资源的所有权。 也就是说, 如果美国划定了安全区, 其他国家要在里面活动, 就需要经过美国的同意, 这显然是针对中国的。 如今又想利用中国的月壤, 加速美国的殖民月球计划, 美国的算盘打得真是太响了。 可惜的是, 美国现在才发现自己搬起的石头砸到了自己的脚, 1999年5月25日, 就在以你为首的北约, 悍然对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发动野蛮袭击, 硝烟尚未散尽之时, 你那所谓的美国国会, 竟然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一份荒谬至极的调查报告, 考克斯报告。 正是这份报告让美国NASA现在后悔不已。 它完全是毫无事实依据的污蔑, 声称中国通过商业发射美支卫星, 特别是利用故障调查这种手段, 不择手段的窃取, 或者非法获得美国的卫星技术、导弹技术, 美国运载火箭整流罩技术以及智能分配器技术, 其目的竟是为了增强中国的军事航天能力, 进而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 而这些严厉的指控竟然没有任何证据。 就因为这份荒谬的报告, 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恶劣规定。 美国政府规定禁止美国制造 以及含有受美国Etar控制的部件的 卫星使用中国火箭发射。 Etar,也就是国际武器贸易条例, 这是一套由美国政府控制的 与国防有关的 涉及美国军火清单上的物品和服务的 进出口条例。 这一规定意味着什么呢? 它意味着美国禁止任何使用美国零件的卫星 使用中国火箭发射。 这一举措对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商业航天 发射竞争造成了极其致命的打击, 几乎把中国的商业航天发射事业彻底搞垮。 然而,中国航天人并没有被这重重困难和屈辱所打倒。 相反,这些经历让他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 在这个世界上唯有自身强大, 才能拥有话语权,才能真正地亮剑。 在这个世界上,最后还是要拼实力的, 我们要握心肠胆,一定要争这口气。 这不仅仅是一句话, 它是每一位中国航天人心中的呐喊, 是他们不屈的灵魂的体现。 就在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空袭后的第三天, 长征四号已运载火箭成功首飞, 它承载着中国航天人的希望与梦想, 将风云一号C卫星和实践五号卫星顺利送入太空。 这次发射的成功,对于中国航天人来说, 就像是黑暗中的一道曙光, 极大的鼓舞了他们的信心。 为了纪念这一伟大的时刻, 一个长二十米的条幅被制作出来。 这次发射成功, 极大鼓舞了中国航天人的信心。 一个长二十米, 携有强烈谴责美国野蛮暴行, 团结起来, 共筑中华神剑字样, 由上万名航天人签名的条幅, 被中国革命博物馆经国家博物馆作为文物入藏。 中国沿着自己的航天之路在不断发展, 中国通过实施长征火箭加欧洲卫星, 长征火箭加国产卫星, 整星出口载轨交付策略, 在制约和遏制中成功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美国的限制。 但由于美国的阻挠, 中国在商业发射市场所占份额仍然较小。 而在这条路上, 美国更是横加干涉, 打压, 想要彻底搞垮中国航天, 比如美国为了阻挠中国北斗卫星的发展, 提出删除某些频率, 其中就包括北斗一带系统用于位置报告业务的频率。 但是, 无论美国如何阻挠, 中国航天人始终踏步向前,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嫦娥六号能够成功从月被采样返回的重要原因。 中国成为美国苏联之后, 全球第三个从月球采样返回的国家, 成为全球第一个登陆月被的国家, 成为全球第一个从月被采样返回的国家。 没有人知道, 上马浩大, 艰巨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载人航天工程, 中国得不到任何人的帮助, 只能以自己的力量为主, 还能取得如此伟大的成绩, 要走多么难的路。 而如今, 美国居然还想打中国月壤的主意, 这真是太荒谬了。 中国完全有权利, 有自信坚定地对美国说, 不, 休想。 中国的月壤, 是中国航天人付出无数心血与努力才获得的, 绝不会轻易让美国得逞, 从而让他们在利用中国的成果去达成其不可告人的企图。